桃园市炉竹工厂铁皮宿舍大火酿五伤六死 中原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曾光宗直指工厂都市计划 建筑管理、消防公安、劳工安全都出现严重问题 类似情况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特别严重 曾光宗认为新北市和桃园市类似有问题的工厂多 因为这类的传统工厂是带动台湾起居的重要工程 也是历史工业因此政府过去查气不严格 他分析未遵守都市计划规范式酿或首因 工业区工厂的房灾都有相关规定 但桃园市场有工厂盖在非工业区情况 土地违规使用当然也不可能遵守工业区房灾规定 建筑管理未落实是第二个原因 许多工厂几乎都未申请建造 因为建造审核费市长且需规定材料使用 即便铁皮屋也需加防火材料 消防公安不严谨是第三个原因 合法工厂的消防安全规定多 火灾发生第一时间应该自行救火 但从这次火事延烧情况来看 消防安全前未落实 劳工安全不重视是第四个原因 依照法规劳工住所应符合安全规范 这次大火出现劳工宿舍未案规定申请 导致劳工逃不出去 无法在第一时间灭火 除了台北市几乎就是无政府状态 曾光宗敢看 其实台湾的相关法令都有 但鸡茶未落实 加上雇主和劳工的安全意识不足 导致灾害不断发生 正辅机关因不断宣导相关法令 劳工自己有自觉 雇主遵守法令 工部门加强茶器 否则类似灾害只会不断发生 桃圆市炉竹工厂铁皮宿舍大火酿 五伤六死 记者张念慈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